7月4日 你们的唯利仕途 是眼前这点芝麻利大的利益 却不知其瞬间即逝 慈行大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救世降下精灵法门 开山宗师如今 红近二十年的红法苦度众生 完成童子 疑似天王今在护持 你这童儿在下 巨区于地球 怎么四大天王都在护持 你可不知 心灵法门虽在人间弘扬 但是信徒的修行不同 就会进入不同天 不同道 相应的法界也正在修习心灵法门 不知了吧 为何现在护法越来越多 因为不同界的众生得闻法门 而成就自己道业 白话伏法 选意问答 出疼这几个节目 天地人正在休息 受益不只是你们 这区区千万 地球信众 法音响彻宇宙宣 开示你们好好珍惜吧 西尼式心灵法门的发源地 也都会 Think of the fact of the 백担 像种的沿途 你会 streets 你说说看 你说说看 会不会有很多的护法 × 互持 如果你不会有很多的互法inge 一世所见 好好祝持六大法宝 好好护持你莲花童子十足 人间护法 亦慧得天界护法 人间修为 亦慧成就天界修为 能聚此场法会 殊胜无比 做乱者等会 言成不代 三界乃无容身之地 毁之万已 告知世人 切勿无是因果 宇宙定律 是无法撼动的 你等胆敢是法 那苦果还是自食 悲矣悲矣 真心护持者 得福会超生 渐渐的护法左右 但勿再道业 甚为甚思甚行 你这童儿要好好修训 不可再沉迷人间 带你功力增长 本王带你耍戒一转 岂能被这零碎之事 葬心扎眼 毁之 新日可待 恳请莲花童子师父 慈悲验证和开示 这些开示都是真实的呀 都是真实的 刚刚讲到人间的灾祸 师父早就知道 你们现在大家应该眼睛看得到啊 到处都是灾难 看到了没有啊 看到了 对呀 这都已经是在 遭天前了呀 不能无视因果的 正法行于天地间呢 人不能阻碍的呀 不能做违背佛道的事情 不能破坏正法 不能去伤害这些学佛修行的人 所以人一定要敬畏天地 敬畏因果 一定要顺应天时 顺应天道 这就是 感恩师父 师父请讲 师父在前几天 法会期间跟你们讲了呀 四大金刚护法呀 都在现场啊 对呀 对呀 这都是真实的呀 你看看 今天开示 你们也听到了 对呀 这个开示很正啊 很正能量 谢谢大家